我剛剛講 現在兩支劍 刺向了柯文的心臟 第一個要講的 彭聖生 居然間約談了 約談以後馬上轉背高 轉背高以後是貪圖 你說這個東西非常會學會 另外一個是 其實不過大家只在談啊 只在談說你這個競選總部裡面的帳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虛報 甚至有沒有洗錢的嫌疑 就剛剛講的 民眾黨 老婆們在看照片 民眾黨一邊在開記者會 結果台北地檢署就動起來了 台北地檢署的檢察長王俊麗 馬上就舉行了專案會議 對 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為什麼台北地檢署會馬上 用中組的檢察官 中組就是最狠的 以前就是黑金專制的小組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人告發 過去來講有人告發你 中組就會殺球嗎 其實中組今天本來就要殺球了 如果沒有人告發 他們簡報也要翻案了 他們原本就要做了 只是剛好有人告發 把球舉起來之後呢 地檢署就一球 啪 就A4快攻給他殺進去了 所以你說 天下第一組是中組 中組出來是刀罪利的 而且他們已經準備好了 為什麼做這件事情 對他們來講是非常非常簡單呢 中組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貪污治罪 第二個政府採購法 這兩個東西來講 其他東西都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問題是他們現在來講 很多人去舉報 柯文哲的競選總部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很簡單的 是偽造文書 對他們來講 大概就這麼小 只要一點點力氣就好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東西來講 偽造文書的這件事情 你光從報章雜誌 還有我們節目討論的 大概案子就結束了 案子已經談完了 為什麼呢 因為故意發生在犯罪時 你現在不管你丟給柯木正 還是丟還給競選總部 這些東西都已經KING進去了 這些東西都已經罪證確鑿了 我給你填進去 只要你填進去 只要你送到監察院 監察院幫你登載 就有意圖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的罪名了 對這已經不是意圖了 這已經就是讓公務人員登載不實了 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在上禮拜五 有在這邊講過一件事情 你為什麼會計師 你有辦法來填載這個東西 你一定要拿到發票嘛 那會計師他不可能 他不是競選總部 他不可能就跟廠商拿發票 除非是競選總部給他發票 或者是會計師他自己偽造一張發票 會計師一個月送你幾萬塊 你有可能去偽造這張發票嗎 不可能 一定不可能嘛 所以為什麼中組跟檢察官王軍力 一定要在這時候把他手燒下去 因為這件事情太簡單了 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大概三天就可以收網了 你兩邊都叫過來 你們當初是怎麼做的 你這張會計憑證是怎麼弄的 這東西都逃不掉了 可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幹嘛要中組來做 因為這個東西只是一個線頭 這是線頭 只是一個線頭 你今天要去弄柯文哲 不要覺得說 大家笑他IQ157什麼 柯文哲他以前 可是台北市政府的市長 柯文哲可是選過總統的 柯文哲有拿過很多選票 三百多萬張選票的 所以你要切入一個東西 你要一個清清楚楚的切入點 你不能讓他有反彈的力量 這個東西就是最簡單的 你其他東西扯扯扯 三大案 那個需要一點東西 那需要一點時間 需要一點鋪陳跟推機了 但是偽造文書 這個沒有什麼好說的 這個清清楚楚 你扣進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從裡面切進去 怎麼切進去 當我要查你帳 查你金流的時候 我只需要一個破口 我都可以查 對 你三大案的金流都可以查了 那我就懂了就是 今天我跟他講的 我查你的三大案 我沒有金流 對 可是我先進去了以後 看起來跟三大案沒有關係 對不對 可是跟他講 今天李文仲的妹妹李文娟 他是三個關鍵人物 總部 基金會 木可公司 財務都在他手上 我如果從這邊進去 我可不可以查李文娟 我可以查李文娟 我查了李文娟之後 李文娟的這個總部 基金會 還有木可公司的帳 我可不可以看 可以看 可以看了之後 三大案就出來了 對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偽造文書的這個事情 重點不是後面的刑責 重點就是他給了台北地檢署 給了宗主一把萬人鑰匙 這鑰匙插進去之後 柯文哲你過去當市長的 巴尼還有你選總統的 全部都打開了 開了綠燈了 我要查什麼就查什麼 因為我主要的查是金流 金流一定有去向 金流一定是萬流歸中 你的大水庫 對 所有東西你假如鑰匙插進去之後 你都可以查出來 查出來之後 你這三大案輕輕鬆鬆 就可以掌握了 好 所以有沒有 今天說 我們都不知道 你說台北市政府這個東西 已經查得瘋瘋火火了 今天找了彭正森 只是最後一步 今天對於柯文哲來講 你說台北市政府科長級以上的人 都被問過話了 確實這個就像拼圖一樣 過去的大概幾個禮拜的時間 在我們都發局跟都根處 有很多科長級以上的這些主管 過去曾經有經手過金華城這個案子的 陸續都有被約談 其實他們現在也是人心惶惶啊 為什麼這樣子講 第一個 都發局他們基層同仁告訴我說 公務人員他不會為了 主動為了一個過去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案例 特別的去簽一個簽成 就是因為當時柯文哲 從市長市交辦下來 而且他們的行政財良權已經做了善意的提醒 公務人員拿到了之後 他還問說 以前好農兵時代都不敢這樣子做 都沒有給他容積了 市長你確定要這樣子嗎 簽上去 可怕你說每個檢調單位都問過了 對 結果柯文哲還真的就簽 盡數辦理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時序 在2020年的3月 當時柯文哲就把這個陳情書做交辦了 後來開了兩次的專家會議 這些委員都告訴柯文哲說 有問題有疑義 不可以這樣子做 結果他都不聽 後來一直到了2021年9月9號 都發局送都審的大會 就把他給通過了 那彭震生他當然是一個很關鍵的角色 為什麼這樣講 第一個他是副市長 第二個他是都審會的主委 主席 所以他從頭到尾他都有參與 現在檢調單位他會去釐清 第一個 這些基層的公務員裡面 你們當時是受了什麼樣子的指示 你們簽合的內容到底是為了誰而簽的 然後有沒有金流 這個也是檢調會去查的 那彭震生他必須要捍衛他自己的權益 就是說當時我都有告訴市長說 如果假設我有善意提醒 這些語法無懼 但是你柯文哲硬要要求 我是被脅迫的 我轉污點證人 那彭震生可能就沒事 但是如果他沒有做到這些條件的話 他接下來他很有可能 就會有刑責的問題 所以你說他今天很多的動作都是往污點證人這邊走過去的 其實現在包含我今天有私下打聽的 我們都發局的同仁 他說現在彭震生沒有把他收押 他有可能就是還繼續放他在外面 會不會可以收集到更多的資訊 或者是監聽 或者是看他們有沒有做串供的這個動作 其實剛剛董事長有講 如果假設黃珊珊 周渝修 彭震生 你們還約到黃珊珊的事務所去 這個不是串供嗎 不然這個是什麼 事情都已經發生 而且都已經在檢調做調查了 所以我認為這個金華城的部分 柯文哲其實他自己很難去解釋說 為什麼他是840的容積 比台北101還高的容積 你給了金華城 那有一個關鍵點是8月20號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8月20號不管是金華城 或者是北市科 我們台北市議會的調查小組 都會先出一個出稿 所以現在不管是都跟處 或者是都發局 他們前一波有一些人事的異動 接下來8月20號 也會看調查小組的報告 那再來還有檢調這邊的動作 有可能也不排除有第二波的異動 好 董事長 你先幫我們先講一個秘刑 秘刑剛剛講 原來在這個過程裡面 彭震生非常不爽 有一點要被柯文哲丟包 而且柯文哲對外都講 今天計劃真的都是誰 都是彭震生幹的 結果他想說你是不是要搞我 然後你說彭震生打了電話給柯文哲 你說柯文哲不自可否 結果柯文哲就找了周玉修 結果這兩個人就跑到了 黃珊珊的這個所謂的辦公室 對 你說這個不就串供了嗎 不是 黃珊珊仁愛路的律師樓 律師樓 律師事務所 因為在律師事務所看起來 裝起來像是去問案子 不像是串供的樣子嘛 所以他們把這個已經想好了 那不是 因為大家不要誤會 不是到底法院 是到仁愛路的辦公室 到仁愛路的律師樓辦公室三個 那周玉修是代表柯文哲去嘛 那去回來 他們三天還敢見面 那個時候 因為兩個月前嘛 還好了 因為周玉修已經大概兩三個月 晚上完全不能睡覺了 就彭震生 完全 完全沒有辦法 完全失眠了 長期失眠 連吃藥吃得很嚴重 你知道嗎 所以他已經有點失控了 所以我側面聽到就是 柯文哲是醫生嘛 這樣真的抓狂 不得了嘛 對不對 要安撫了 所以他目的是安撫 他瘦了快十公斤 他現在瘦了快 我認為將近十公斤 而且他還很可憐 因為彭震生是跟他媽媽住在一起 他媽媽九十歲的 你不要害死人啊 就是柯P到處講 柯P那時候都到處講嘛 跟我沒關係啊 那是督發局的事情 那是督委會的事情 督委會 主委 這是關鍵嘛 因為最後核定這個 這個容積率是督委會 主委拍板的嘛 那中間的過程他不談 但是談談頭尾 頭尾 就是彭震生幹的 這種貨色嘛 那彭震生嚇都嚇死了 所以才打了電話給他 他安撫一下 那當然安撫的結果回來都跟 黃珊珊也好 周宇洲也好 都跟這個柯P報告 透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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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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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 沒問題啦 今天白痱嘛 所以你看了沒有 為什麼這個某些人辦事的結果 最後都開花嘛 所以我覺得開花 開花 開花 會有持續開花 好像有一個方向在進行啊 那我認為這個彭震生之後 沒有人可以查了嘛 沒有人可以查就查兩個人嘛 這兩個人一個是沈靜君嘛 一個就是柯P啊 所以我認為說 我們剛剛講錯嘛 因為我跟北檢檢察官講一下 你七點鐘太晚了 因為柯P是七點鐘就出門了 所以六點鐘扶小攻擊 我們跟特別提醒北檢一下 好 浩世 但是這兩天剛剛講的 這個東西破口是誰 是陳佩琪突然寫了一個臉書 然後自己跳出來承擔一件事情 然後這個承擔呢 讓館長非常生氣 說你幹嘛 你腦袋不清楚 就為什麼 其實很簡單 她是一個媽媽 這件事情燒到誰 燒到她的兒子 燒到她的兒子的時候 而且我們今天就看 她兒子她不是講她賣咖啡嗎 可是我們就查了她兒子 成立那家公司 跟賣咖啡 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說他是為了找不到店面嘛 所以把那個公司登記到黨部嘛 然後說是為了小草咖啡廳 結果你看他 他申請的行業別裡面 咖啡廳要申請什麼 飲料店業 它裡面呢 只有一個飲料零售業 就是那個跟那個 不是咖啡廳的那個類別 對 然後他還申請了什麼 進行的項目還包括投雇 管理顧問 資訊軟體服務 資料服務處理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 這跟小草咖啡廳是有什麼關係 對 就是說你說你是為了小草咖啡廳 你去申請一個公司 然後呢問題是你的營業項目 包山包海 就是跟跟他們 當然前面有一個食品顧問 然後呢你就有一般投資顧問 管理顧問 資訊軟體服務業 資訊服務服務業 電子資訊服務 供應服務業 產品設計 其他設計 衣文服務 食品雜貨的批發業 食品雜貨飲料的批發業 還有日常用品的批發業 常用品的這個零售業 國際貿易 這跟咖啡有什麼關係 這跟小草咖啡到底有什麼關係 就完全看不懂 現在公司叫做自搖資訊 傳媒有限公司 你跟咖啡廳 而且他一項目裡面 什麼都有 就是沒有咖啡廳 就是沒有飲料店業 然後關於這個東西 大家一直都在質疑說 你現在違反公務員服務法 你明明是公務員 你不可以去開公司 然後你可能 尤其是他醫生 可能還領了不開業獎金 諸如此類 但是大家沒有注意到一點 我覺得大家都太習慣了 就是說 陳貝奇對民眾的事情 指手畫腳 所以大家沒有注意到一點說 你怎麼可以把你的公司 射到民眾黨黨黨部 我今天如果是高婉歉 還是吳梅如 把公司射到國民黨中央 民進黨中央 他們黨員跟黨公司會什麼 跳起來吧 拜託 你不要說你不可以 就算是朱立倫跟賴清德也不可以 在你黨部自己開一個公司 那個是黨員一起所有的 憑什麼你一個人可以去開公司 那你今天來講 你陳貝奇怎麼可以做這件事情 這是黨 不是你家裡動作的領導 然後呢 這些事情民進黨說 我們不知道 我就問啦 你在我家開一個公司 然後這裡面的人都說 我不知道 他們說我們不知道 我們完全不知道 我就問啦 開公司登記裡面 要有你的租賃契約 那誰拿給陳貝奇的 他自己偷的嗎 他自己偷的嗎 所以你們明正 所以你說我想設就可以設 他公司登記裡面很清楚啦 你要不然就是 你要是建物所有人的授權 要不然就是你要有租賃契約嘛 那你現在的狀況來講 那個黨部是他們租的嘛 那誰把這東西給他了 他自己偷這個東西嗎 所以一定是民眾黨 有人把這東西給陳貝奇 陳貝奇拿這東西去做公司登記嘛 對不對 那你們黨部就這樣 就這樣公司不分 公司不分之後還不認 對不對 陳貝 黨的東西可以變成陳貝奇的東西 黨的東西隨便陳貝奇用 所以你看到說 難怪他們帳目可以搞成這個樣子嘛 你們就根本把這個黨當中你加的 你高興怎樣就怎樣 可是他講說那是會計師的事情啊 會計師沒有搞好啊 會計師在延誤啊 是會計師延誤了 我們才會出這個包啊 不是 我覺得他們一直都要混淆一個概念 就是說你的總務跟會計師兩回事 他的意思是說 會計師要平那個帳 所以呢 所以呢 他編了兩千多萬 然後自己填了一大堆東西 我是會計師 我要平帳幹嘛 對啊 我怎麼知道你總支出多少 你給我多少 我報多少 什麼叫做我要去平那個帳 我不需要去平那個帳啊 因為那個帳是你們自己要做 你說 我有所有的單據 我就實際上就花這兩千萬 但是會計師找不到東西去把它 會計師不用做這件事情啊 退回去就好了 你花了多少錢是你家事嘛 如果我是會計師 這個東西我就退回去 這樣你就幫我做好再來啊 你給我多少資料 我就報多少 我不會幫你平那個帳 什麼叫做我一定要報到那個金額 沒有沒有這種事情 他現在所以端木正當然不認嘛 因為他只要認了 這種偽造 重點是黃珊珊怎麼敢這樣講啊 第一時間我以為 我以為說他們真的端木正要背啊 結果我問呢 你後來看到端木正發的就是不要背 不要背啊 因為他這個只要他 現在民眾黨是指控他偽造文書 對 對不對 他只要偽造文書一年以上就要掉照 你告訴我端木正他怎麼背 就是說 我不可能去幫你背這個嘛 所以將來他們兩個狗咬狗 還有得看啊